斑鼠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它对老人来说又可以通便 它又含有纤维是可以通便好 另外它又称为一个人参 就是土人参 就是对于这个人的身体非常友谊 还有就是胡萝卜 白萝卜 黑米呀 小麦呀 意米呀 豆类 都是非常好的骨头大梁 所以大家别小看这些东西 另外我们吃东西要有几个很要紧的 第一个 要吃得早 为什么呢 我们吃 我刚刚说过 解释过 我们就不再讲了 要吃得少 为什么呢 现在很多科学家研究 千万每餐饭七分饱 八分饱就够了 不要吃到九分 十分 另外一点 有一个科学家研究 你如果吃了八分饱的话 人的瘦地会提高百分之十到十五度 大家都想长寿 所以一定要不要吃它太多 还有吃的要暖 因为我们肠胃是喜欢暖的 你吃的 尤其年纪大的人 吃冷的 它不容易消化 不容易消化 还有要吃的慢 要洗脚慢烟 为什么呢 我们口腔里面有一个消化煤 如果你没有经过我们的牙齿 这个主角没有经过口腔消化煤的消化 你就少了一个光卡 就直接食物一下子轰到胃里面 那这个消化我们的功能就少了一道 所以消化不良 另外还有要吃的蛋 要少盐 少油 少糖 刚刚营养说过 不再糊糊了 还有要吃的软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 消化不能都减退了 一堆要吃的软 不要吃太硬的东西 还有我们吃饭一定要 打面要全面 我刚说五股杂粮 粗粮 刚刚说过几个 一天可以没有肉 一日不可以没有豆 为什么 肉食是一个动物的吃法 我们的豆类是植物性的脂肪和蛋白 所以豆类非常重要 不管是什么那个豆角啊 或者是网豆啊 什么豆类 每天要不能少 还有放钱和汤 苗条健康 这一点我们广东人做的好 广东人他们放钱一定有汤 但是有一个缺点 他们的播汤过分了 多了又多 有的煮到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把里面所有 不管是烟绿素的蔬菜 还是其他一样 很多成分破坏了 汤也不能煮得太久 饭前饭后 这个饭前吃水果 我看过很多资料 现在发现饭前吃水果 非常好 还有饭后两个小时以后 吃水果也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 饭后 马上喝茶有一个缺点 它会把我们吃进去的饭白质变成尖块 变成那个硬 变硬 有影响这个消化功能 另外还有 饭后 马上去洗澡的话 对胃的消化功能有影响 不要马上洗澡 还有饭后 马上睡觉也是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 另外 这个科学饮水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里边 百分之七十是水分 整个人体啊 百分之七十是水分 所以喝水不能够说 需要我口渴了才喝 不可以 一定要每天 我们刚刚营养师说过 六杯到八杯 当然这里也可以包含有我们喝的各种汤啊 各种的饮料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早晨起床以后喝水非常好 为什么呢 一个晚上人体消耗以后 非常需要水分的补充 另外早晨喝一杯水的话 它会等于清道铺 把你的胃和大肠进行了一个大操除 这个对你的便利啊 都非常好 还有就是夏天要多喝水 尤其是有在湖外活动 运动啊 这些人还要喝一点大盐水 为什么我们看出了很多 带走了我们身体里头盐 辣呀 各种的 非常需要的成分 非常需要的成分 所以夏天就要补水 但是运动以后 喝水不能一下 一个矿水瓶 矿水水瓶全部喝光不可以 喝水要一小口 一小口的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太大口一下咔嚓一下到胃里头 胃里头一下胖得很厉害 另外胃里头的空气 有空气带进我们的胃 这个会影响我们的胃 胃的消耗功能 还有就是 饭后一立即补水的话 也会把我们很多胃酸冲得太厉害 把它冲吸太厉害的话 也会影响我们的消耗功能 还有就是 大家不要喝 一瓶功能 滚了以后 水放在冷水杯里面 然后又把冷水杯里的水再去煮 煮了几次 这种水会发生 里头会产生癌的物质 刺癌的物质 就是煮了水 喝完就好 再去换新鲜的水 再烧 不要烧了又烧 现在夏天到了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人消耗 功能消耗很多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更要注意营养的补充 但是这些营养补充要选择科学搭配 要选择容易消耗 要选注意卫生 千万不要得这个肠胃病 尤其夏天很容易得急性肠胃炎 如果得急性肠胃炎 严重的话 这些肠胃的一些食物 青菜啊 莲子啊 还有荷叶啊 土瓜啊 少油 少油粒 少糖 少汤凉 尤其是老人不要喝汤凉 现在癌症非常非常可怕 有一些病人就是在体检的时候 发现没有任何幸好 所以现在大家要百倍的提高体力 癌症 癌症刚刚我们营养师也说过 自癌的因子的食物最可怕的事情 让我点一点啊 一个是烧烤 一个是腌制 咸肉 香肠 还有绑鸭 烧鸡 这些烧烤的少吃 还有就是那个放在冰箱 煮了菜以后尽量趁新鲜吃掉 最多隔一夜 不要三四天以后再吃 为什么呢 你这些菜里头都有含有盐分 盐在冰箱里头多日 它也会变成养硝酸 它是养硝酸鸭 变成养硝酸鸭 养硝酸鸭本身就是刺癌的物质 另外还有花芽的这些黄豆啊 玉米啊花生啊 千万不能吃 那个是黄区煤含量最高 最高的是会自癌 还有防癌的很多 水果里边防癌的有名猴桃 就是我们说的人参果 西红柿 还有梨啊 苹果啊 还有我们菜里边有胡萝卜 白萝卜 洋葱 马银薯 西盖狼 西红柿 这些都是防癌的水果 还有就是那个香酥 这些蘑菇类的都是防癌的 另外现在在老人队伍当中 痰尿病也很多 痰尿病甚至现在已经悄悄的向我们的年轻人进宫了 都趋于年轻化 所以在座的奶奶爷爷们 你们对你的身子啊 那个这个外甥啊不要太惯 不能够他们想吃马当劳就拼命的吃要吃这些马当劳啊要吃这个 甜的饮料啊什么的 现在小孩痰尿病也都有了 小学生中学生都有糖尿病 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 另外就是最后呢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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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就他这样 大家讲几句啊 就是说健康是财富 哎是每个人都追求的哎 所以据统计哈 我们中国人的寿命哎不管但是就是健康长寿的还不够多很多人都是在病长寿在病长寿自己痛苦連累子女增加社会的负担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健康长寿怎么健康长寿呢 每个人都应该把这个健康的钥匙要紧紧抓在自己的手里 不要全靠医生靠医生要靠但是平时更多的是什么要管住我们的嘴要迈开你的腿要多运动对不对 另外呢我作为医生我现在也要改变我的责任 医生除了看病要替病人治病之外我现在每个新来的病人我基本上花半个小时对他们谈话谈什么谈你的生活习惯谈你几点起床你几点睡觉你每天三餐吃什么一样让给我讲 讲了以后我才给他号卖给他看折看他是什么病 你这些病我现在要给你订出来三餐的食物我就是这么看病的 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我们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提出来了 说人类很多疾病不死完了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而是死于不知道怎么生活 不知道这个饮食的习惯所以造成浪费我们的药物浪费医生看病的时间 我们的每一天自己的基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一定要拨审 另外还有刚刚心理医生也说过我们要心理健康要活得开心要活得获达要这个安排好这个三餐多运动 有好心情而且天天要开心要进化我们的心灵要宽容自足要助人为乐要笑笑一笑十年少笑十笑百病香 不过呢我有一个问题啊那接着我就要讲了那像我们这里有中年为记人笑不出来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想到这个中年为记者大家都回来了 我看一张台上大家都是中年中年的演讲的大部分中年可能都有中年为记 上面这个主题都要拍一看我们特别请到这个格兰街设定中心的主持人 詹美贵小姐来跟我们谈一谈 怎么样面对凯然面对中年危机大家来笑一笑 大家好 午安 刚才已经听到我翻译了我是自告奋勇啊 翻译的不好请大家多多包含 现在呢请你们给我15分钟我骗读全世界好吗 我今天要讲的是如何坦然面对中年危机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在座的好像是六十岁六十岁以上的比较多 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把它带回去跟你们的子女一起分享好不好 因为你们已经走过中年的危机了 但是你们的孩子还没有走过中年危机 你们还有孙子是不是 好没有没有没关系啊你可以去告诉别人啊是不是 我今天的主题呢给我的主题有四个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家庭成员的问题 中国人啊中国人是什么怎么讲要修身但是很重要的修身为了什么齐家齐家为了什么 治国治国治国座就可以平天下了 所以中国人的家这很重要跟外国人不一样的 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 你们心不希望有个和乐的家 哈喽哈喽回答我啊没有健身 太快快是不是这样希望 希望哎呀希望这么大声我的讲稿都掉了 少讲一点就好了 你要怎样好 少讲多少 好第一个我问你什么叫中年十五十岁对不对 好我就少讲我多问好不好 人家很多胡说的人说哎呀人到中年百事哀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要百事哀 你们都能够百事乐百事喜或百事悦 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我讲的第一个呢 就是要夫妻相处 在座你们的经验都比我多很多 有很多是夫妻的夫妻到底要如何相处呢 我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印度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讲的是有一只共蜜鸟 这只共蜜鸟呢这个鸟在天上飞的时候有两个头 其中一个头他看到这个食物吃了 哇好好吃想要吃 然后旁边这个头只有一个身体两个头 他说哎呀你这个食物真好吃分我一半好不好 这个头好自私啊我才不要分你 好另外一个头看到了另外一个果实 他看到这个果实呢 他说嗯这个果实我也想吃 但是这个果实有毒 他就把它吃下去了 结果这只共蜜鸟怎么了回答我 死了 你看看 所以我现在讲夫妻啊好比啊就是共蜜鸟 刚刚讲的共蜜鸟一样 好你如果一对夫妻互相赌气不甘示弱 非真的你死我我不可他只有四个字 回答我两败俱伤 家里就没有合了了孩子的教育不好是不是 如果你相反的这只共蜜鸟 他如果可以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对方 彼此妥协一下你分我一口我分你一口 来也能够关怀 互敬互爱 那么这一只共蜜鸟就可以四个字了 翱翔天际对不对 就不会坐落地而亡了 再来我们再想夫妻要怎么办 物补还有妥协 这个妥协很重要欸 你看一对夫妻常常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 我要叫这个孩子去学钢琴 这个孩子要学什么学什么 先生说要这样太太说要这样 这个时候就有一方要去尊重另外一方 好吧太太你对教育比较有今天 我就让你去教育孩子 先生呢你就跟他妥协一下配合一下 你一定要同一个方向 夫妻不同一个方向绝对会产生矛盾 之后就有对立对立之忧 四个字争吵不休 最后也是两败之上 那夫妻呢共处一个家庭 当然个性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只有互相尊重包容 还有妥协你才可以让你的 这个家庭更圆满 那另外呢 常常夫妻最容易做的就是 各自几件 意见不同 各自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 好我现在再讲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都不同 要怎么达成共识 那就要好好的沟通 彼此要找出一个方法 我们要如何彼此找出 互相经过妥协 或者是经过这个适应 当然还有我们很不容易 学习接纳 要学习去接纳 各自的不同 那也要接触他们 接纳他们不同的看法 跟这个观念 再来我来讲一个 这有一点意思 什么叫两勤三世 我虽然是在美国念的硕士 学的是西方的理论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传统的 我用这个两勤 《易书小语》里面 《吴修》里面写到两勤三世 我用一勤来讲 什么叫两勤三世 第一勤 中国人的综艺第37卦 讲的是家人卦 你看中国人有多么多么的注重家庭观念 那这个 这边讲的第一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旧 旧就是以前那个牙齿是相对的 我刚才看到有一对年轻的在那 他们两个14个字 男欢女爱 第一勤叫两勤相悦 相悦才能结婚啊 结婚才有家啊 对不对 共主一个家庭 所以呢 我叫他是两勤相悦 岳就是喜欢一个起岳的岳 结了婚以后 慢慢慢慢慢慢生活习惯了 要比 什么叫做比 就是妥协了 你不能说 夫唱要付谁 你不能说 夫妻唱这边 太太唱这边 你要夫唱付谁 但是今天的社会 有些人说 我为什么要夫唱付谁 我不能夫唱付谁吗 那就中庸知道了 那叫做夫妇相随了 中国人讲的夫妇相随了 这个第二勤呢 就是叫做 两勤相慰安慰的慰 最后一个 我们在座在座有很多 也有其老在这里 我们在座到年纪大来怎么办 中国字北 这个北呢被靠北了 被两个相互扶持 老伴老伴啊 不是唱反调了 要相互扶持 你的孩子长大了 你的中年 他们要有他们的压力 好 有他们的压力 所以呢 你就可以 两 没有办法再像以前 两情相悦 对不对 面对面 现在不是会吵嘴 会半嘴 半嘴了 但是一定要怎么样 两情相依啊 依靠的 有一首歌叫 两相依 有没有听过 两情相依 这个是我讲的这个 这个家庭成员夫妻相处 再来看 我们很多中年人最关心的 子女教育问题 我刚刚讲 中年啊 就像一个假使 我没有讲过 还没讲这个 三明治的人生啊 夹心饼干啊 下面子女的教育 负担好重 上面父母亲身体 越来越衰老 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我要讲的是 子女的教育 第一个 中国人喜欢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父母呢 都希望自己的子女 成龙成凤 有没有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出头天 都希望有成就 但是呢 父母给孩子的爱 常常呢 这个爱不一定是有能力的 什么是有能力的爱 要温馨 要温暖 要给他孩子信心 要给孩子安心